HELLO 大家好,欢迎你们来到小媳妇视频 上个星期我们做了经典的冰皮月饼 这个星期我们来做创意月饼 在我们开始做之前,记得订阅并打开小铃铛喔 我的视频是有中文和英文字幕的 需要的话记得要打开字幕喔 如果想知道做冰皮月饼的食材和比例 可以点击右上角的视频链接 观看上个星期分享的视频 在这个视频里所用的模具是做50克的月饼的 所以我的月饼皮是20克,而我的月饼线是30克 准备好冰皮月饼的面团后 咱们就开始做吧 渐变色冰皮月饼 取出10克的原色面团和10克的蓝色面团 将两个颜色的面团揉成长条 叠在一起 然后将两个面团扭在一起并连接面团的两端 裹上一些高粉在面团上 稍微将面团揉圆 然后将面团擀开来 将30克的馅料放在面皮中 然后将面皮收口 轻轻揉成椭圆形 收口的地方是月饼的底部 放月饼团进入撒过粉的模具 轻轻压模具 渐变色冰皮月饼就做好啦 大理石花纹冰皮月饼 取出20克的原色面团 将食用色素抹在面团上的四周 用折叠的方式将食用色素揉进面团里 折叠约6次 将面团稍微滚圆 裹上一些高粉在面团上 然后将面团擀开来 将30克的馅料放在面皮中 然后将面皮收口 轻轻揉成椭圆形 收口的地方是月饼的底部 放月饼团进入撒过粉的模具 轻轻压模具 大理石花纹冰皮月饼就做好了 颜色分明型冰皮月饼 取出5克的黄色面团 6克的粉色面团 和9克的紫色面团 按照黄色粉色然后紫色的顺序堆叠面团 黄色面团在顶部 裹上一些高粉在面团上 然后将面团擀开来 将30克的馅料放在全紫色面的面皮中 然后将面皮收口 轻轻揉成椭圆形 收口的地方是月饼的底部 放月饼团进入撒过粉的模具 轻轻压模具 颜色分明型冰皮月饼就做好了 4色冰皮月饼 分别取出5克黄色、粉色、蓝色和紫色的面团 把各色的面团并排在一起 将面团稍微滚圆 裹上一些高粉在面团上 然后将面团擀开来 将30克的馅料放在面皮中 然后将面皮收口 轻轻揉成椭圆形 收口的地方是月饼的底部 放月饼团进入撒过粉的模具 轻轻压模具 4色冰皮月饼就做好了 彩色冰皮月饼 这款不需要模具 取出10克的原色面团 2克的黄色面团 5克的蓝色面团 和5克的粉色面团 将原色面团擀开来 搓圆黄色面团 并放到原色面皮的中间 将蓝色和粉色面团 各分成三份 并搓成长条 把蓝色和粉色的面团 放在原色面皮上 交替颜色的摆放像是花瓣 轻轻压扁颜色的面团固定位置 裹上一些高粉 翻面然后擀开 将30克的馅料放在有花瓣面的面皮中 然后将面皮收口 轻轻搓成圆形 收口的地方是月饼的底部 用筷子的末端在月饼团的中间 轻轻压一个小凹线 然后用刀背压出8条均匀的纹路 取出一点点的粉色面团 然后揉成小球 放到月饼中间的小凹线里 彩色无模具的冰皮月饼就做好了 如果喜欢我今天分享的创意冰皮月饼食谱的话 记得点赞 还有要转发给你的朋友看哦 还没有订阅我的朋友 请订阅我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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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